講完二甲賽事之後,我們又轉回英超賽事 英超呢,這一場就是神奇球隊,一隊是神奇球隊 經常令你觸摸不到的阿士東維拉 他可以作客輸給收賢頓,1比4 但他又可以作客的情況下,在家事情況下贏了曼城 大家會說,那隊曼城都賦順 那大哥,先看看那些賦順的賦順 巴里、尖士、米娜、迪維斯、巴洛迪利、利史、高羅托利、高拉洛夫 再加上羅馬利亞門將,帕迪聯盟 其實這隊球隊都不頑皮 相對於維拉那一場,我又覺得他很有趣 他出幾個人反而是不同了,譬如復出的阿邦拉賀和尼索比亞 始終真的對維拉的保證是大很多 這場球,阿邦拉賀入兩個球 另外尼索比亞也入一球 變成這場球就看到,其實真的維拉 如果這兩個球員的復出,真的似乎是無往而不利的 真的進攻上是好很多 主席的武朗方面,在聯賽上星期一比零小勝雷丁 也是二條中士在主場,他們能夠贏 但是主場呢,繼續主場出擊 一比二輸給利物浦 不過也要替他說少少說 這場球,部分人腳不算全部正選 但其實也有八成了 相對於利物浦,也可以說 利物浦那班後備軍打得好 傑仔,怕不怕神經都呢? 你怕不怕阿士東維拉有線大家一次呢? 不怕,我看好維拉 這場看好維拉 因為看球員不是讓得多 早盤維拉任評判八百 入他的大小盤大做十足 現在就回了一些票,評判到一零幾 入球大小盤沒得怎麼變 因為我為什麼看維拉 其實始終西波浪作客成績比較弱些 主場就很厲害,作客反而差一點 那維拉,像我們所說的神經球隊 主又贏得,作客贏得 輸又贏得,什麼都可以 但是看他近期 我想這場贏了萬成的聯賽盃都士氣大增 還有看他對上一場2比0贏小雲斯的主場 這場球不是讓得那麼多,讓得到評判而已 那不多不少,因為大家像我們所說的神經質 所以怕怕的 很害怕的 讓評判,好啊 關於看維拉贏球 如果,真是真的如果 如果他發揮正常 他肯踢 你有阿邦拉賀,有尼索比亞,戴倫賓 你們在主場出擊,沒有理由是沒有本錢贏球 西波浪是真的,真的靠主場靠得很厲害 這件事無可否認 所以其實我另一個考慮,不如試試入球大 其實近期我看到維拉也挺功德的 近期無論贏輸都可以 當然他在主場贏輸都可以 比較只有兩球交收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西布朗跟他拍起來 西布朗都可以的,可以有些入球能力的 其實失球能力都不少的 那麼,我跟傑仔首選 即是我跟傑仔都想過的 首選應該是要維拉上盤的 然後再想想另一個次選 就可以試試他入球大 當然啦,我也是那句 維拉的球,大家小心一點 不要那麼大著 就是這樣,這樣就 無謂膝蓋眼淚了 好了,接著英超之後 就繼續兩場荷甲賽事 先來一場 今年退色的球隊 阿爾克馬爾 將會出擊華域克 RKC華域克 阿爾克馬爾呢 這班球隊呢 今年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暫時排第九 只有八分 表現是未如理想 當然,前線不是進不了球的 尤其是他們的美國國腳 艾迪道尼有六場球 進了七球球 但是防線好像穿洞一樣 當然,近期主場有兩場代表作 能夠四比零人洛達 亦都四比一在荷蘭杯 贏雲燈 但是,嘩 作客的成績 真的慘不忍 作客輸給比達 然後呢 作客又輸給PSV 然後分一比五 還要那場 九百杯 神經病 零比五輸給安捷 真是離譜 很頑皮 這隊阿爾克馬爾 是 對 對 還有看起初盤制度 都比較難 看起 主隊阿爾克馬爾 一球球半 做九 三球做八八 到現在都沒有怎樣變 如果你看起對手 再決定究竟是怎樣 如果華為克來說 近兩季 我覺得這班球 是叫中型班 其實你要贏他 也不是那麼容易 前線一個殺手 接華尼亞這個法國籍的前鋒 是表現得不錯 而且呢 阿史尼達 弟弟阿 朗尼斯尼達 也是一陣中 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他六場球 已經進了兩球球 而且他在中場 是一個 真的跟他打得很像的 中場叫炮 中場 中場的 款式都有點像的 那21歲仔 但是 這班球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文有路 所以這場球 其實上一場 你當他的主場 只是分落 1比1 就比較令人失望 但是我覺得 尤其是之前我觀察過 有看過他那一場 對著阿迪士 作家只輸0比2 也是下半場才輸 其實這班球 是有一定的實力 我覺得這場球 我冷敲 我要下半 你要下半 你呢 反而看到艾哈馬 看他始終主場威力 英贏要贏 駱達 賀華高斯 都正贏兩頭 要上 你看看剛才輸的 輸的比達 以及 輸給PSU元逃分 不能說 今年PSU元逃分 真的很厲害 歐霸杯 難道不少 可能都半放棄了 開頭 聯創得不好 可能都放棄了歐霸杯 這場球回到主場 近期的狀態 令到盤路好像少了 幾多半 就是養得少 所以我反而看好主隊 阿爾哈馬爾 這場我和阿傑仔爭 最終是誰 看誰 沒問題 大家不同看法 這場很正常 另一場 賀甲賽事 來到分樂 主場出擊 PSU元逃分 分樂 其實就是弱隊 第十五位 即是十八支球隊 排尾四 暫時只有三分 這班球 當然 人腳就一般 分樂 其實 陣中也有些不錯的日本球員 但是你說好像古倫 你真的背得多久 其實也打後備 近期 但是老實說 整隊球的人腳 就真的一般般 他能夠留在何甲 你根本已經當贏了 相反 PSU元逃分 當然今年 狀態大勇 這班球 但是當然 早前有些瑕疵 就說他曾經在聯賽輸過給 會德拉茲0-1 亦都在歐霸杯0-2 輸給迪利浦 但是似乎他們的重心 似乎是擺在聯賽多些 起碼是3-0贏 這個菲燕樂 周中也都在荷蘭杯 謹慎對手的情況下 其實所謂謹慎 都輕鬆的 對著這些對手 不是那麼強 還有大部份 副選球員上陣的 相反 上一仗對著 菲燕樂贏 贏得相當 有說服力和漂亮 另外前戰幾個球員 真的打氣了 我也跟大家介紹過 荷蘭國的蘭斯 比利時的美亞頓斯 還有另一個荷蘭國的拿辛格 全部都是近放大用 都很合理 所以 真的很誇張 對菲燕樂那場 大家都沒有聽過 我想很少聽 荷甲波 27次射門 真的離譜 所以那場球 只贏3-0 已經贏得笑 其實這場球 都不用太冷了 我這場 看不通 其實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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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渴球是比較大的,這件事是無可否認的 如果你看回說他要不要歐巴佩,他載迪尼寶那場也不是不要的 擺的人他也相當好,但始終載到俄羅斯也不是那麼容易踢 或者烏克蘭也不是那麼容易踢,迪尼寶也是一種不錯的球隊 和習泰天奴很記得,也有說過這場球,這場球真的不容易踢 最終真的開了一個主隊出來 我不敢說他不要,但相信就算大膽一點說 我覺得PSB園圖分就算出部分副選,這場球要贏兩球或以上都沒有問題 我反而對PSB園圖分寧願要聯賽冠軍多於歐巴佩 我也猜今年會這樣,會走這條路多些 因為今年大家也知道他的慘烈程度是連歐聯都打不到 歐聯打不到是不見很多錢,這也是現在這些小球會更加注意的事情 這場我和阿傑仔都是上盤,都是PSB圖分 球換兩球都沒問題